小车车开在大马路上停等红灯 突然一阵尖叫声发生什么事 后方小货车紧急刹车 车头上四根铁条 就直直插进小轿车后挡风玻璃内 玻璃瞬间碎裂四射成蜘蛛网状 当时车内四人全被吓得惊声大叫 而且还被喷飞的玻璃碎片划伤 救护车赶到现场 一名短髮女子被送上救护车 其实她是台中市社会局家房中心的社工 当时他们带一名两岁女童去医院打预防针 没想到回程却被突如其来的钢条砸进车内 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脖子上还留有一公分乘以一公分面积大的伤口 不胖啊 他车头上面有架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青钢架替挡 然后他车子急刹 两台车都急刹的时候 这个替挡就飞出去了 就直接往前面那台车 前座乘客的车这边插进去 民众目击惊险瞬间 看到铁条插进车内直觉出大事了 就连轿车司机回想当时都觉得心有余悸 幸好当时小女同辈紧紧抱着 幸运闪过铁条 他有轻一点 斜一点那个左边 那个跟小朋友讲话 幸好就这样 要不然他坐直直 一定会撞到头 那个后脑勺一定会断掉 小货车急刹酿货 钢条超长又未依规定捆绑牢固 警方说算一算 总共可以开罚6000元到18000元罚还 幸好社工人员仅受轻伤 而小女同也只受到惊吓 真是有惊无险 记者公寓的SNG小组台中报道